C罗帅抱了着死亡之童,确认过眼神已是最强的人腾讯体育6月16日训,在C罗上眼神永无比的帽子戏法之后,全球媒体对足谈一个极尽赞美之能事,各种赞誉铺天盖地,腾讯网友的赞美最为有趣,在C罗拔球前,看他的眼神就知道此球必尽,事实上,近年来无论是欧冠,还是世界杯,或是大奖的颁奖庆典上, C罗都展示过他犀利的眼神,他的死亡之童确实让很多对手为此付出代价,而这种眼神的背后,藏着的是C罗绝不服输,斗志昂扬的桀骜分骨,C罗的眼神就说明了这球要进北战完场前,C罗主罚任意求实,曾经显露出犀利的眼神,他拔出无解的神作,以反应迅捷著称于世的德赫亚竟是目瞪口呆, 是不是德赫亚也被总裁霸道的眼神,更霸道的气场给震慑住了,主罚任意求前C罗的霸道眼神,当然不仅仅出现在国家队,在代表狂马而战时,几乎每次主罚关键任意求, 人们都能看到C罗如此犀利的凝视,对着狼宝的欧冠比赛,C罗再次让人们看到了他霸气的眼神,对着狼宝站在球前,深呼吸数次,同时用犀利眼神凝望对手, 这一世,C罗的某种意识,就像是C27一样,成为了C罗的标志和代号,C罗的眼神已经成了他的标志,当然,这种凝视不仅仅是指向对手, 有时,C罗也会用这种犀利的眼神与队友进行交谈,再用一个眨眼动作表,打心领神会,他会用这种方式,将自己的战斗精神传达给队友,眼神中传递出不服输的精神, 不仅仅是在球场上,人们会看到C罗犀利眼神背后的桀骜,即便是坐在替补席上,不服输的C罗,也经常会看到霸道的眼神, 在替补席也一样其实,这种眼神并不是C罗在皇马时期所独有,当年效力曼联时期,C罗也无数次的展示过自己的死亡之童, 这种霸气早已外露C罗的霸道眼神却实缔造过无数传奇佳话,2016-17赛季欧冠四分之一决赛,当拉莫斯上演乌龙后,C罗曾用犀利眼神激励拉莫斯, 那时,皇马通过加时赛将拜仁淘汰出局,秀出犀利眼神的C罗大发审威,他靠的不仅仅是球技,更是大场面的斗魂,充满战斗精神的C罗, 在2015年的欧族联颁奖庆典上,当梅西凭借三冠王战记当选最佳时,C罗也曾用类似的眼神凝视梅西,表达着自己的不服, 此后三年,年过而历的C罗帅队赢得欧冠三联冠,证明他不但有犀利的眼神,还有更犀利的斗志, 这就是C罗的死亡之童,霸道的眼神背后,藏着的是他的雄心,饥渴,斗志,坚韧和桀骜, 聊审客户端编辑工序运营人员,位于波MX008。